大家好 这些生姜是我在后院这里栽培的 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几次视频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竹草 刚把这个草拔的差不多了 累得满头大汉 栽培生姜最关键的就是选择土壤和养分 平时 管理主要是 竹草 减少这些 杂草 因为这些杂草会影响 同风 同时会跟这个生姜蒸头养分 这些杂草煮的差不多了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杀制土 我用杀制土栽培 更有利于生姜生长 长得个头多 大 因为这个杀制土比较疏松 不过杀制土有一个特点 保水 保肥能力特别差 为了改变这种土壤性质 我栽培的时候 放了一些发酵符所好的芝麻饼肥 芝麻饼肥主要是增加 土壤中的腐质质和有质质 能使这个土壤更加疏松 同时 也能增强 土壤的团列结构 更有利于 生姜后期生长 看一下这些 长得也是非常茂密的 这证明 这些生姜 长势非常好 长得茂盛 接受光好就用墙 底部的生姜才会长得多 别看只要小小的两平方 把它采收之后 要几百斤 好了 喜欢栽培生姜的 我们在家里或者是花板里面栽上一两颗 也可以 选择 酥松透气的砂质土 更有利于生姜生长 好再见